没有什么优势 但我昨天问到宁清宁清的意思是 因为第二轮他们不缺车用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强起机甲 对吧 就像昨天西部用孙悟空 然后西湖用圆击 都是可以的 苏格兰 你上来就选了一个六星图 但这张图 风仔前面是刷了记录的 蓝布基尼对战黄压 但是风仔那个记录 失误很多 起步风仔很快啊 安逸的测试没测出来 这里还蹭了一下 最后一个距离 开局0.6 哎呦 反射前面风仔路线有点弯 安逸瞬间拉近 拉近0.3 先找找节奏 前面风仔的节奏感觉 得先稳一下 哇 这个快速真快啊 但是你看现在的这个距离 想要够到风仔 有难度 有难度 这一出弯又很强 这一局风仔的这个时间点 看后面的稳定性吧 比这游开的很完美啊 嗯 风仔又把又比现在悟空 一分下的是快了0.5啊 4.1啊 这局要跑4.1吗 啊 风神 这里落地也好快 认真的吗 比赛实战4.1 路线很完美 点飘 淡气再双叉一下 这个路线 已经跟悟空拉开了0.7啊 篮布基尼在苏格兰场 能跑到4.1吗 实战 只剩最后几个弯道了 而且出了之后 后面的那个弹射 这次 一定要注意 跟悟空拉开了0.9 一吸入过来没有问题 弹射 甩尾过来 这里要甩吗 不甩了快输 这里刷弹射过来 路线没有问题 记录是一定有的 1分41秒 49 这么夸张 在这场比赛选择到 蓝波基尼 而且再次刷新了自己之前 创业了记录之后 悟空打破了一次 再拿回来 联赛首个41 而且不是41大 是41.49 这就是亚洲车神吗 哇 这一个开局 双亚洲车神附起 不是我吹啊 就是真的 这个实战的成绩 让我有点太惊讶了 我觉得换做任何一名选手 来看这个成绩 都有点夸张了 开局起步 就没有任何对抗的情况下 阿姨 一直在后面可能出弯的上墙 或者说一些个人失误 但是整局比赛 我们看到风仔 在前面做领跑 嗯 真的厉害 而且这一局能看得出来 还是有 有失误 因为你如果说 你这样跑的话 现在国服记录 应该是39 蓝波基尼 还是40 应该是39 但在比赛当中 你跑个41.49 哇 风仔的 这个苏格兰场 新纪录 哇 鼓掌了 厉害 保持了一天 悟空1分42秒42 其实昨天悟空在后面 整体的完成度是很高 只是说在室内的时候 会有一点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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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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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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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这段路拉开了0.8的差距 风仔也再次出来了 前面有两个风仔在领跑 ECU要给示范了 距离再次拉远1.4了 这后面安妮又出现了失误 再开ECU 距离有点远啊 拐过来 风仔的节奏弹起来了 没有问题 后面的淡气节奏也都是充足的 这个出完也很快 有点小拖 问题不大 1.6的差距 这个不可后追距离 安妮感觉没有太多机会了 这就是王图的自信吗 进到点一过来过后 这个距离来到了2秒 安妮又有失误 风仔前面路线不太好 但是后面已经没有难点了 ECU一开之后 就可以直接冲向终点 还没 前面甩肉完之后再开 ECU开起来了 最后一段 长直线的距离 阿妮没有办法再创造出一个7比6 恭喜RNG 恭喜RNG 也大分3比0 战胜了E star 同时锁定了自己的A阶出现权 将进入到我们的下一轮淘汰赛 没错 这一辆序列未来 确实给他创造出了无限的可能 但是前面被阿妮连续追了4分 真的 如果能够再给阿妮创造一次机会 哪怕是最简单的反向11层 以及最难的急速空港 面对到的是疯仔和宁青 我觉得他都有机会取胜 但是今天的这场solo 真的打了 这一轮A阶E star整体看下来 就是两个字可惜 太可惜了 又是可惜 真的很 难说啊 我感觉他们在一阶里面 其实是 能施展的开手脚的 是啊 但每次就差这么一点点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RZG这边的选手 是的 又一个3比0 而且今天风采的发挥 以及小玉的北海4 1.0 风采的苏格兰场 4 1.49 哇 这一个一个记录 都太快了 但是对于依斯大来说 进入到了A阶 而他们首次进入到A阶 是 面对到了队伍 可能结局都是 不是那么的理想 我们可以多去注重一下过程 对 注重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对于依斯大来说 真的蛮重要的 我相信他们 在现阶段 所付出的努力 在下一次季后赛 或者说在下一场比赛 他们能够做得更好 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在为 未来的成功打下基础 这样 让SG成为了A阶首个确定出现的队伍 嗯 后面还有悬念 今天的下半场第二场 狼队的RW 是的 怎么说我已经期待起来了 又开始期待了 不得不期待啊 这一场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看一下刚才的真五十个 起步 起步两个人卡在一起 其实都差不太多 是的 但风仔其实把内线卡得挺死的 安宁这里磕一下 有点伤 后面不断的拖飘 距离越来越开 而且也确实没有任何反超的余地了 这一轮MVP给到了风仔 在本轮2V抢击拿到了三分 那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交给采访集 这一轮MVP给到了风仔